一年准备,两年返工,三年扫荡,五年成功吓得可怜外省人2005救闻 蒋介石在38年转进到台湾后,如进攻之鸟,东怕西怕 之后有各口号一年准备,两年返工,三年扫荡,五年成功,欺骗他带来的那些外省人,还用战士受田政胡弄他们,最后,这些外省人不敢在台湾成家立业,期待有一天能回家,结果一被骗,就被骗了50年 我身边有不少外省老人,没有成家,有三类 一,被蒋介石骗了二,被蒋介石管制不能结婚,有一段时间老兵不能结婚,因此误了婚期,三,没钱 这些老兵被蒋介石搞到绝子绝孙,却依然支持范兰,这叫什么 有些文人看不惯蒋是父子骗人,提了反共无用论,与要求施行民主,下场是什么 因海光在自由中国之一反共大陆问题,后来雷震等人下狱,为了宣传反共,不惜牺牲言论自由,镇压民主,这就是国民党式的民主 民进党继承反共,搞得更歇斯底里 不是不可以反共,不是不可以讲民主,但用反民主的方式谈民主,用以前白色恐怖的方式反共,只是以报一报而已 没有民主素养的人大概听不懂吧 而那些被骗五十几年的外省人,老来还要学爱台湾,他们把一生奉献给台湾了,还要怎么爱 外省老兵的困境都要归功于泛兰与泛律的政客们 Retian by Blackjack2005年7月13日 是